眼下新疆南部的水稻正值收获期 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六团十一连承包的阿克苏市柳园农场片区管理委员会的 10,694亩耐盐碱示范稻田地 经权威专家测产 实现平均亩产573.8公斤 创造中国记录 这也是新疆耐盐碱水稻首次实现万亩连片高产 该水稻种植品种 为新疆农业科学院自主选育的耐盐碱品种新稻36号 这个品种具有耐盐碱、耐寒、高抗稻温病等特性 是国家二级优质稻谷品种 也是新疆目前水稻主栽品种之一 目前已在新疆推广种植30多万亩 今年这片盐碱水稻地 我们实现了当年种植 当年收益 预计我们这一万亩地 应该在总产值的利润应该在500万人以上 效果非常不错 在这片稻田边的排检渠中 工作人员检测渠中水的含盐量是3.9% 而在阿拉尔市万亩水稻种植区 现在这里的土壤含盐量是0.3% 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已经变成了万亩良田 除了种植水稻 未来还可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 据悉 中国盐碱地面积约为15亿亩 其中可开发利用的面积超过5亿亩 目前新疆盐碱地面积占到中国三分之一 随着万亩连片、耐盐碱水稻示范田成功创造高产 未来新疆有望开发耕地超过1亿亩 作为盐碱地改良的首选粮食作物 目前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已审定包括新道36号在内的11个耐盐碱水稻品种 推广种植面积突破100万亩 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山东等十多个省市 覆盖中国主要盐碱地类型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西北中心主任、新疆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凤斌介绍说 当前这一成果的实现 除了对水稻品种的选择外 还得益于对农田标准化的建设 排棺系统的建立、节水灌溉 以及少量多次施肥等配套措施 通过我们总结不断的示范应用 应该是在我们新疆包括西北地区 盐碱地区可以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 8到10年之内增加盐碱地 8亿亩 工具产量要占300公斤 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平均 B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